各位觀眾大家好 SKY直播室 今天的直播室不是直播 今天的直播是錄播 各位不好意思 因為人在北京 我就擔心在星期二的日子裡 我可不可以做到直播 所以就邀請SKY 就一下我少少時間 跟大家就預先錄定一條影片 因為今集我們最主要是想說一下孫明洋 最近孫明洋都非常熱 很多人覺得好像在懷面 酸狗招 也引發很多人的討論 還有 特區政府的啟德體育園 測試賽好像做得不錯 風評都相當好的 有些朋友說 我沒有去看過 所以我沒有辦法了解更多的環境 但高sir也有去過 有很多KOL有去過那裡去看過 好像感覺都挺對白的 今集有點不同的 另外一方面 也要跟大家說一說 劉兆佳 在早前說 想回到董建華對改革碰壁 他是緊緊於懷的 那要吸取什麼教訓 其實香港是否要改革 是絕對需要的 其實這幾個議題都是同一個議題 大家看到背景比較黑 因為如果太乾的話 我的頭髮就變得很稀少 看起來 OK 那我就不想 如果大家終於調教到 環境比較暗一點 也是看清楚我的樣子 不過是藍光 真的不好意思 希望不要嚇壞大家 因為現在人在北京 節目開始的時候 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和SKY的頻道 記得留言 點贊 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SKY 我們說一下現在香港政治的情況 好嗎 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聊一下 你又怎樣看呢 最近剛剛看了今天 這個 看啟德體育園開幕 試行 那我就覺得這個 都算是我們一個香港 接下來都很大型的 國際性地方 又可以開演唱會之外 除了一些人 大家記得 買演唱會很貴 接下來都會搞很多盛事 籃球賽各樣 球賽都會在那裡舉辦 我看到今天試行 之前大家都明白了 為什麼我們會擔心 為什麼我又會這麼緊張去看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又是和民體旅局很有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那些局長做事 大家都知道 他做些事情 做到一劈子 這樣 我說見到這個這麼大型 接下來對我們香港 經濟各樣盛事 我覺得很大影響的 當然要留意 幸好我看下去 今天都挺對板 各樣很多議員 又入場了 包括政商界那些 田北辰也有說 都說挺滿意的 因為我今天看到 場面都挺盛大的 不止是平時只有楊潤雄的 我看到我們最敬重 保安局長強強 還有運輸物流局 林世雄 司長陳國基 其實有很多官員在這裡 今天去試行去看測試 那個效果是如何 看看什麼更加要改善 還有最重要是 人怎麼去引流 怎麼走 之前都說 在那邊的交通設施 是比較差的 很混亂 不知道搞什麼 這次見到 有個沿路都叫人家怎麼閘車 也有其他的汽車接駁 也都接駁到附近的地鐵站 啟德和草瓜環 他們一直在附近 都希望我們可以搞活 接下來都會有很多商戶 會在那裡展出 我有期待的 加上我最重要 我看有什麼人去 對這件事情 有加入意見 還有下手下腳 都一起去統籌幫忙做的 我看到這麼多局長 看來不用靠一個 我們有些擔心的人 我們應該比較安樂一點 加上我又看到霍啟江議員 又給了很多意見 也有很多人訪問他 他說對這件事情 就深表期望 接下來對於各場的城市 對於香港來的經濟 絕對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也都令到香港 有機會彈上去 既然有這麼經驗豐富 霍啟江議員坐上一臂 加上這麼多位局長 我看到是OK的 暫時 大家之前都在深究 為何楊宏雄還在 為何還繼續用他 這麼多人可以 好像眾聲鼓語 幫他 一起去完成一件事 那是什麼原因呢 那戴衛尚怎麼看 今天 啟德體育園 跟香港大球場很大關係 因為香港大球場 畢竟是很舊的 那就是195年12月3日啟用的 1994年3月 重建完成和又啟用 容納的觀眾 是4萬名 現在 看回啟德體育園 他就可以容納5萬名觀眾 他也是以東方之珠為設計的理念 配備開合式的上蓋 和靈活的草坪系統 在任何的天氣環境之下 都能夠舉辦不同類型的 國際體育城市和民樂活動 這個非常好 那民樂活動 通常是演唱會 那些 那些 不用再用紅磡 紅磡體育館 可能 未來是一個集中之力 我都相信 啟德那邊 會越來越旺 還有可轉換的舞台位置 和座位的配備 可以配合不同規模的活動 大家知道 香港大球場 很多中學都很喜歡 讀那個場去 進行校運會 灣仔大球場也是 有很多 這些球場 今次啟德體育園 我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雖然 我沒有去看 因為工作真的太忙 本來這兩天 我都會過去看 但是 在北京 看鬼看馬嗎 大家知道 還有 整體來說 南漢台那邊 保留了香港七人籃球的 傳統特色 設有一個大型的活動平台 佩爾 很大的玻璃獲場 籃球都好像是可以打的 基本上 整個 啟德體育園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先進的設計 也希望他可以帶起香港的經濟 為何我會說這句話 因為我們看到 今次斯嘉德問我 楊潤雄究竟不走 為何這麼多 我們說 特區政府的官員 會去到一起撐場 和幫拖 包括 立法會議員霍啟光 都會到場去撐一撐 其實 我覺得 有一句話 我跟SKY說了 就是 這個世界 沒有說沒有了誰不行 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楊潤雄 說什麼 很多朋友都說 包括建制的朋友 都跟我說過 真的不行 這傢伙 真的不知道他為何這麼厲害 你到現在做了這麼多錯事 你都不走 真有其事 我這個很肯定的 跟大家說 有些警察跟我說 有些有倚民 聽回來的 但是 我覺得 這件事 楊潤雄 老早就可以解僱 現在解僱不解僱 我到現在就不知道 先不評論這個問題 但是很肯定 這個世界上 沒有說沒有了誰不行 還有 我覺得這次 SKY問我 為何這麼多局長出來撐 SKY問過我 SKY問過我 是不是 是啊 我就說我在節目回答你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 現在的特區政府 和以前的特區政府 是不同的 以前的特區政府 真的當作是一份工作 但是 我們看到 今時今日的特區政府 好像 有一點點質的改變 就是我這份不是一份工作 我真的要為香港做到事 尤其是在香港 是一個很苦難的情況 你說香港現在不是苦難 哄它吃豆腐嗎 當然是苦難的情況 你GDP是在升 但是你整體生活的 獲得感和幸福感 你是在向下走的 所以我看到 特區官員很開心 包括很多政府內部的官員 因為我都接觸過 包括一些基層 又或者一些合約的員工 或者一些高層 其實 他們都愛護香港的 愛護我們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的祖國 和香港特區 為什麼會不同了呢 我覺得 以前這群人 其實真的是 沒有腳的雀鳥 在港英時代的時候 你對那群沒有腳的雀鳥 你告訴我 你要去愛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不好意思 只是我賺錢的地方 為什麼我愛這個地方呢 其實 我不需要愛的 但是你慢慢看到 現在不同了 現在我們又有 國安教育 國民教育又正在走 你想 每一天你聽 我們 國歌 是聽兩次 甚至是三次的 你是經常聽到的 你很自然會有 愛國的情緒 是會湧現出來的 當年我們很支持中國隊 我們很支持香港隊 但是 你現在今時今日 支持中國隊 和支持香港隊 你 有一點感覺 有一點質的變化 這是我們的祖國 現在在管治 我們香港的 一個非常之 強大 而且受到世界歡迎的祖國 他做的事 真的為人民服務 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感染力 開始出來的 而且 特區政府內部的人 是真的 有些人正在改變 有些人覺得 我真的要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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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希望令到香港更加好的 所以你看到 我們看到一些 負面的人 譬如楊洋雄 謝展樺這些 他們 我老實說 犯大不畏 真的可以炒動 但也有不少 中上層的官員 其實他們覺得 我們正在建設香港 我們為了香港著想 希望香港變得更加好 這一點 我跟Sky說 其實很簡單 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從節目開始 我不回答Sky 因為我覺得 Sky 我想你也是認同 對吧 我自己的感覺 你不認同就跟我說 OK 交給你 我是認同的 因為其實經過了這麼多件事 或者 國家跟我們的接觸 其實多了很多 這麼多年 大家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我們每天都聽兩次國歌 我們幾個報隊報粗 都說了中式 很多事情 真的 大家會覺得 香港真的 現在跟祖國 是 應該是要接上的了 還有那些人士 也會改變 因為你看到 你世界局勢 你各樣 你沒有辦法 不佩服 國家做的事 是非常之對 也都是 對這個世界非常之好的 這個我都覺得 是一種感染力 可能真的覺得 以前大家勾心鬥過 或者覺得 大家打了一份工作 又收工就算了 但是屁股那麼感 和那個感覺不同了 和現在你會覺得 大家眾志誠誠 去做一件事 是會帶起了一幫人的 你說完全 你說現在 好像李家超這樣說 他說不是全部交到功課 也有一部份是交到功課 那部份是交到功課的人 我想他們付出的努力 都不僅僅是交到功課 你會看到他們用心去做的 有些事情是真的做得好的 用心去做 還有大家 就是大家肯合作去做 其實說真的 大家都是為什麼 為香港好 像你說的 有一份愛在這裡 這麼難得才能獲得 這一份感覺 就是 這麼難得的和平 叫做 我們這幾年 雖然是慘的 熬得慘一些 但是都沒有經歷之前 大哥 政局動蕩 大哥瘋了 沒有那些人在那裡 搞住了 你有時間去想一下 以前你說的事情 都好像被人阻礙了 你就算想做 很多人攔著你 不讓你做的 現在其實有些人 我覺得是 很多事情你放心去做 其實可以做到的 為什麼不做呢 是吧 有很多事情 拆長松綁就可以了 有些事情是簡單了 是直接了 那就少了 中間的人 大家的感覺 感染力就強一些 以前一人做一份 真的很冷感的 我覺得 你七份事合起來 我做其中七份事之一 那有什麼感覺呢 和大家 中之城城去做 可能真的有一種感覺 現在沒有什麼人出來 吵吵閉 你說是不是 哎呀 有點廢的 我剛才大雅Sir說了 那兩位局長 我們是特別不喜歡的 因為真的做不了 之餘 只是搞到一堆東西 不過現在也好 起碼有些事情 政府有些事情是 聽我們市民說 我沒有勉強去推行的 我覺得是好的 這件事 起碼你的局長 是好的 政府最後都收回 不要搞這些垃圾 就是多元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 是一部分有改變的事情 現在要慢慢變 你說是否完全不能變 不是的 有些事情我都覺得 唉 有時候都要受一下 外圍環境的影響 會看到這件事 既然人家要打我們 我們都要強的 是吧 我們都要強大才行的 不是我們一打就倒 每次都要有人幫忙 是不行的 你自己都要做自己的事 我看到 其實不是完全做不了 不過是有些人做不了 以前香港 為什麼突然會說起這件事呢 有些人過世了 我們又覺得 曾經有些人 都在香港做得很好 在官場來說 也看到劉兆佳說 香港要改革 深化的改革 那麼多點 為什麼要再說一次呢 其實我都覺得 是提醒 是多一份的提醒 如果他覺得 你完全是不去做 其實不只是提醒 我覺得應該是罵的 這是我看的 你覺得會不會 我就覺得 人心的改變 其實都是很長的 不是說 短時間 我們就可以 改變到人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人的心態 每一代人 都有每一代人的想法 和心態 其實差很遠的 我不知道大家 是否覺得 香港人 只會做什麼 賺錢 忙於工作 政治冷感 但是2019年之後 我們就突然變得政治不冷感 我們突然又很熱衝政治 那為什麼 原因就是 那時候有事發生 我們突然醒覺 對嗎 世界 對 這件事很大轉變 包括人民的轉變 那社會怎麼會不轉變 我們的心態轉變 沒錯 我們 很希望 去了解 現在世界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有什麼大的變化 還有 我們 香港人的定位 究竟是什麼 我們 永遠都是 要 兩制 我們不用支持一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想 還有 你破壞 解決問題的 唯一一個方法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解決 香港的矛盾 香港的問題 還有 我們 慢慢有一種激情 變回理性 這個時間 其實也很長 我足足用了 五年 五年的時間 慢慢去調整 又很不認識我國家 那時候我自以為 我會認識中國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就發覺我越來越不認識中國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就覺得我又好像有了解中國 我好像知道我們國家在做什麼 那你要去轉變 我簡單來說 我這麼勤力 每天做幾條片 我都是 要經過五年的時間 才可以改變到 你說 如果我要令到一班人 這班人 七百幾萬人 去改變他的思想 我需要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改變到 我想 保守說 都要十幾二十年 甚至三十幾四十年 這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改變到 這班人的一個看法 怎麼由本來的小數變成大多數呢 這個是要有很長的時間 就好像契德體育園那樣 你不可以說 我今天說要起 明天就起好的 我當然是經過很長的時間 我才可以 搞定它 裏面的協調 裏面的工作 是非常細緻的 而且整個契德體育園 是有三大場館的 這三大場館 用途又不一樣 喂 你怎麼搞啊 以及2025年 第一季 就正式啟用了 其實 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 那時候有Coupay 對不對 就說明年四月 就為了契德體育園 舉人三場演唱會 都在擔心 喂 運輸店 為什麼楊潤紅 不搞呢 或者他根本在這個位置上 他沒有什麼角色的存在 其他的局長上來 除了 我覺得現在大家 會比較傾向 希望可以做到上下一心 那我一位網友 梁先生 傳了一些資料給我看 他裡面提到 為什麼 我們個人 和愛國 兩種情況是不同的 當我們國家有危難的時候 我們個人是不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守護自己的國家 但是當一個國家 沒有什麼事 那時候個人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當國家有事 我們一定要出來 去 救我們的國家 就是救國 或者幫助我們的國家 渡過難關 這個是人之常情來的 那今次我就覺得 就是這樣了 很明確而已 喂 你有一條 就是完全不合作的人在這裏 難道你這個工程 就扔下他不理嗎 當然不是啦 其他人 夾手夾腳出去做美麗的 對吧 我也跟大家說 我在這幾年裏 我真的 走了不少的地方 去做一些 我們說的調研 又或者採封這些工作 那為什麼要去做呢 因為 我們是想國情 國情班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我們是了解我們中國 究竟在做什麼 我們都很想知道 還有呢 現在 有一件事我覺得 是要宣揚香港 告訴大家 喂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這個是 必須要的 因為 我們真是身在香港 長於香港 雖然我現在 移居了回來中山 回來內地 但是香港始終都是我的家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這樣做 這個很特別的 你看回當年 港英的政府 那個年代 他們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 幫到很多香港市民呢 我不覺得 是的 那麼 孫明揚 很多人覺得 你的孫九招 真的做得很好 還有 你在整個 政治生涯裏面 你起碼不像 曾蔭權 或者 某一位 曾經貪污過的 司長 許是仁 那 這些狀況 其實是否圍觀圍得很好 其實是未必的 容許我和大家說一下 孫九招的情況如何 可以說得比較清晰一點 其實整個孫九招 在2002年的11月 特區政府為了穩定樓市 而推出多項的房屋政策 因為負責推出政策的官員 就是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孫明揚 所以這個政策就稱為孫九招 而之後 推出深化穩定樓市的措施 亦都被稱為孫十招 孫九招主要的理念 就是借用市場的模型之手 令樓市自人調節 實際的操作就是包括提供 含有公共資助的出租房屋 比真正有需要的人士 政府避免直接參與私人物業的市場投資 以及供求活動 例如推行勾地政策 以及停止資助自治居屋的計劃 還有 要積極辦以市場促進者的角色 例如增加市場透明度 以及減少限制 這九招包括什麼呢 第一 就是取消 拍賣土地 暫停勾地一年 第二 就是暫停港鐵 即那時的地鐵 以及九鐵 房屋項目 投標一年 第三 就是未來公屋的興建 由需求主導 平均的輪候時間 不超過三年 第四 就是即時結束居屋計劃 第五 就是為低收入的家庭 以及公屋的居民 提供新的免息貸款計劃 即是給他們買樓 第六 就是即時結束混合發展 私人參建居屋 和防協資助自治居所計劃 即是結束的 不玩了 私人參建居屋 不玩了 防協資助自治居所計劃 不玩了 第七 就是終止出售公屋 即是租者有期屋的計劃 第八 就是檢討業主和租客綜合條例 放寬業主的收樓權 第九 就是取消內部認購限制 取消限購一個單位 以及兩個車位的限制 變成有很多人可以借買樓 令到大家會發揮得更厲害 那時候 因為樓市一直遇到很大的衝擊 所以樓價下錯了摺民七成 所以令到政府在2002年底 就推出這個宣九招 在1997年的時候 其實金融風暴 就令到樓市急跌 接近了五成 那這個情況 其實就令到整個樓市 就風風火火了 不斷上升 越來越貴了 那這個什麼好的政策 我覺得 這個調節 OK 因時制宜 但是欠缺了一個長遠的規劃 我自己的感覺 由 當初的梁振英 以及林鄭 真的花了很長時間 令到他們會回復正常 但現在正常的事情已經跌過了 會不會一個新的 X10招 或者X9招 會不會再出現呢 這一層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當時是令到市場 有一段時間的榮景 大家知道樓價升得挺厲害的 你不賣地 喂 不行的 大哥 那你就 囤積一些 土地 在這裏居期 那你就說 喂 港鐵那裏的房屋項目 暫停投資一年 那就是說 火供應少了 那我就炒高樓市 其實簡單來說 那就是炒高樓市 是不是 令到樓市再升 你孫明楊的 所謂的孫九招 那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可以令到 人民覺得很幸福呢 我就覺得 就未必的 還有看回孫明楊的 整體過程 其實都是港英時代 訓練 下來的人 因為他1966年 就成為政務主任 那麼 陳方新 楊啟宴 這些華人 只是少數 那時候 就有蘇澤光 梁定邦 施祖祥 和關貝英 這些新一代的政務主任 當然 蘇明楊 做官 不是做到很高 但是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他 咦 都算是一個 有智慧的人 因為 平平安安 做到退休 多開心 這些很多 圍觀的人 都很想 好像孫明楊 那樣 就不用做那麼多 這個 我過了一些資料出來 就和Sky 討論一下 Sky 你又怎麼看呢 我真的不是覺得他 是不是 當天是為了很多人的福祉 做了很多事情 我自己也不覺得 如果你看看 他最後 就做到教育局長 我記得 最後的職位 是不是 那我就覺得 他 沒有什麼做得不好 你說的 因時制會 我覺得他 還有 在很多不同的官 因為某些事情落馬 有很多人 不得意做得 或者在官場面 遇到很多問題 他很多時候 都可以形人而解到的 過得到的 我都認為 他是一個聰明人 是一個聰明人 但是 好像說到 為了香港 做了很多事情 我又真的不太覺得 你說以前的官 說真的 自己過度 做到 做到 或者 不是說 對待人民做得很差 就已經 我覺得好像 是不是叫做很好呢 又不能說 其實說真的 我以前 以前 我自己也是 我真的沒有時間去留意香港局勢 對於他們 不是搞到很嚴重的 說真的 以前 我們真的覺得OK 因為沒有經歷過很多 時代的洗禮 我們自然就不會醒覺 一向 我真的這樣看 我自問之前 我真的不是 對於他們 以前那些什麼 這三次十幾港 對於政府 很多的政制的架構 我真的很了解 我真的自問不是 真的19年之後 我都是上了很重要的 一課 政治課 以前我不講政治 因為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都不讓我們講 所以 你說我對他們 是不是很深刻 我真的不是 真的算很深刻 只是我覺得 有些官 不要是圍臭萬年 好像陳芳生 禍廣話 我已經覺得他是不錯的了 你說是否做到很大的成績 說真的 如果做到很大的成績 我們交接了之後 我們都要自己 努力過來才行的 你要跟著國家的步伐 來走才行的 否則我們怎麼走到這一步 以前 我們都估計不到 現在我們變成這樣的 我們都叫做肉火重生 希望 希望接下來會好 但是你說我對他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真的不是有什麼 我直接說 真是過渡時期做得不錯的一個官員 叫做 口碑叫做不錯 就是這麼多 好 我講一講 我對孫明洋 都有印象的 因為當年的二撇雞 立刻令到大家 感覺到很親切 和很特別 因為當時樓蘇的人 不是這麼多 當然 有後來的胡蘇珍 胡蘇珍 胡蘇珍跟他一樣 胡蘇珍 當然我們看到他 他也是爬文爬武 還有當年的那個官威 都挺大的 大家知道 是的 這個官威 我覺得 我們那時候對於政務主任 或者司局長 甚至是特首 或者之前的港督 我們都覺得他是高高在上 沒有這麼親民的 那彈定康為什麼 令到大家覺得 咦 好像是很不同 我覺得是真正 是令到大家 覺得他們跌到神壇 是由林鄭開始的 真的 是吧 是 是 看到林鄭是最多人罵的 就算當年斟隱拳 做得多差也好 或者是梁振興先生 被人污衊也好 我們就覺得他始終是特首 我們會對他有幾分尊重 但是對於林鄭就真的 完全沒有尊重 後來更加不用說 曾蔭權就 在那個時候任內 被人說他貪污 貪真 一句說話就說他 那孫明陽給我的感覺 就是一個 很小 很 懂得 怎樣 去把那件事 去磋圓禁邊 令到那件事可以走得通的 一個政務官 或者一個官員 那孫九礁的託市 是有他的效果在 真的做得很好 令到樓市是升座的 但是長遠來計 大家就要忍受高樓價 又有辣椒出來 因為人們買得太瘋狂了 你最重要是收收放放之間 但是整個孫九礁 對樓市的整體影響 或者對民生的影響 是高的 包括地產股 又不斷地上升 樓價又不斷地上升 租金又不斷地上升 好似 一鋪就真的養三代 令到大家覺得 買樓 買樓 或者買鋪 有很多投資 但是遇到一些經濟的大變動 譬如疫情之後 我們都迷先知 我們當初覺得很好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大家同意吧 一個美好的時代 很多人當然會去留戀 尤其是經濟發展得很好的年代 大家當然是正的 但是這個是北部來的 當你的政策改變 你就一定會變 包括美國也是 你加息和減息之間 加息 你當然是經濟好 你收了錢回來 減息 你當然會經濟差 因為你要推動市場 但是加息減息 這個呼吸的動作 是必須要做的 所以我們要經歷這些痛苦 如何穩定呢 我就相信 現在全球都在尋找一個方向 究竟怎樣可以令到 大家的經濟 可以慢慢逐步地 穩步發展 不會像以前那樣 我突然間加息 突然間減息 或者加息減息之間 我們的財富就不見了一折 又或者 你會看到 老美在不斷地收割其他國家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令到很多國家或者企業 是突然間崩了盤 很多人死了 孫明揚 我自己的感覺到 在孫九礁的做法 其實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時候 不這樣做 你沒有辦法 在當時止 也沒有辦法去解決 當時 房地產很低迷的狀況 大家知道 2003年 跟著下去沙市 雖然時間很短 令到整個樓市 就跌得更深 那時候 在淘大花園 幾錢的單位 大家知道 幾十萬 幾十萬 嚇死人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但是 細管不到 新官 就拖到這麼久 想著像沙市 那樣 幾個月搞定 要怎麼搞這麼久 結果不是 結果 那幾年裡面 真的很慘 很慘 我自己真的深深感受到 好了 另外一方面 你請說 Sky 只是想起 為什麼要拖這麼久 其實 就是有人 掌管我們香港 掌管得不好 才拖這麼久 其實很多時候 我想起 我也有想過 有幾段時間 是不應該拖的 有些時間 是應該出手的 有些時間 當年 我們有一段時間 很長時間 是不靈的 為什麼 那時候不動呢 想起 那時候是很生氣 突然間 讓我想起 有些事情 就是因為 有一個人 拿著一個權勢 不動 但是那個人 是不動 不走 直至於說 林鄭 陳肇始 真是很生氣 真的 你有這幾班人 你想想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為什麼無端端 很不對 明明 你搞什麼 什麼鬼 大家傳聞去檢測 又說不行 這個又說不行 那個又說不行 總之 就是困住我們 在這個城裏 又不讓人救我們 那你拖到這樣 是鑑山拖死 和鑑山花了錢 這件事情才是敗筆 沒有錢 就怎麼走 我不把錢 任何錢給你的政府 是吧 你做什麼都要拗頭 你這麼多錢 我想說 如果這次 不是林鄭、珊奇 是反過來 是李家超、珊奇 你多了這麼多錢 儲備在那裡 你很多事情 都不是這樣做 真的有很多事情 真的因時際會去改變 你現在有很多事情 一定要這樣做 你不這樣走 人民又會在那裡怨的 又沒有住 個人的經濟又不好 怎麼搞到這樣 其實全世界都經歷過這個 這個疫症的 沒有人經歷過 有很多是很差的 反過來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講一點點 都不是題外話 為什麼我覺得人心 好像不同了 回歸了呢 人心 但是看到現在 大家親眼看到的回歸 回歸太快了 想不到幾年之後 他們所崇尚的那套西方 那些東西 都崩潰了 大家看到 英國怎麼會崩潰到這樣 現在大家 當日很讚譚 很親切 看到他們的虛偽 其實他們是這麼假的 所以我就說 這個問題我覺得就是在這裡 現在為什麼有些人會變了 真的有些人變了 對英國實在是信心 那些人回來 不是說黃人都說 自己真的好像發了一場夢 那樣 相信的東西 很快就崩盤了 在你面前 你不會歸 那個心態 你覺得 你想回來香港 你不是想建設 難道你想做想破壞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其中一個因素 為什麼那些人的想法不同了 但是我就多謝他們的轉變 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經歷過這件事 可能經歷的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相信國家 我們不會經歷他們在外面 受西方的氣 西方的騙局 令到他們借了皮 真的沒有辦法 不認祖歸聰 告訴大家 喂 我們真的受到別人的迷惑 這麼嚴重 令到自己什麼 沒有了 什麼都 我們就留在這裡 繼續在那裡頂住 的中樓底雪 這就是我自己覺得 有關係的 絕對是有關係 但是回歷錶 這麼快回來 看到你就看到了 人家怎麼對我們 對你好嗎 怎麼收割別人 都清楚了 現在真的 都好的 那些人這麼關心的政局 因為 開始認識這件事 以前不認識的 連街市阿姐都認識 美國人都在搞我們 這件事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個同一時間的教育 連我媽媽都會說 那類的 那你是不是覺得 會令到人心不同了 會令到大家看東西 想法不一樣 還有 政府的想法也不一樣 至少有些人 會認同你政府去做些事情 對政府有期望 沒有人留在這裏 對政府有什麼期望 你怎麼做 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我們依然在這裏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有一點 可能你覺得不關事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 我覺得關事 真的 都幾不一樣 Sky 所說的 現在很多人知道 老美在這裏 玩著我們 那不單止是 我們 總國 中央 香港 還有世界很多地方 他都在這裏 不斷地在這裏 做一些大家匪夷所思的事 當然 有這班YouTuber 在這裏 努力地把事實 呈現給大家看的 包括屈肌 我們都見到 港理台 還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都在這裏 把情況 告訴大家 所以是真盡知識 這個是需要的 另外一方面 西方 真的外圍的影響很大 你說回疫情 疫情的環境 是真的 大家覺得很差的 也都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林鄭 不當時快快手手 要求中央幫忙 都已經來到 不用在這裏 拖一下 拖一下 現在又說 要出來做一些事 幫香港市民 支持幾句 這樣說 多謝甲成衛 麻煩你不要出來 我看到你兩年 我也想突然來 老實說句 我真的 所以就真的不見了 真的不想見了 老實說句 那孫明陽 是怎樣呢 我覺得 算是一個精英 對我來說 當年 讀書也好 成績也好 又可以派到中學的學位 當然不免費 105個裏面的 其中一個 這一點 只是精英分子 我們都非常羨慕 新高良準 又不斷在政府裏面做事 又可以做到局長 亦都決定了一些 改變了香港人的政策 對於這位精英 我覺得是 算是高級華人 但是 我覺得他有些事情 看得很清晰 都算是頗有智慧之人 知道問題是怎樣解決 當然 我們做人的事情 很難看得很長遠 為何我佩服 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中國共產黨的事情 真是很遠很遠 遠到我真的覺得 這樣你也可以 我真的沒有話可說 我真的唯有寫個伏字送給你 另外一方面 你請說 不是 非常認同 我非常認同你的伏字 因為我也有看國家政策 所以我認同 繼續說 孫明陽 跟葉劉 是完全不同的 為何大家會覺得很懷念他 跟陳芳生都不同 曾任劉都不同 你會見到 很多政府官場的人員 即是人士 是沒有得智慧的 不知道要怎樣解決問題 對於孫明陽 我覺得 自己欣賞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懂得解決問題 還有 真的對政下是弱的 雖然下的是西弱 不是中弱 但起碼 你會見到 他是立剛見影的 這是事實來的 我們一定要就事實去說 你說現在特區政府的官員 跟他比較 是否真的可以立剛見影呢 我覺得是困難的 困難的 困難的 我剛才說過 這個世界上沒有說 沒有誰是不行的 對 沒錯 但是沒有誰是不行的 在孫明陽那裡 如果那時候沒有孫明陽 我覺得是很麻煩的 起碼他那種 可以跟各方達成一些協議的能力 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 還有令到香港 可以順利地慢慢逐漸復甦 當然 會有陣痛的 但是這個解決的方法 我覺得當初來講 都是很棒的 當初來講 但是現在看起來 我會覺得問題很大 但是當初是會令到很多香港市民覺得 都可以 我有錢賺 你也有錢賺 起碼是令到一班人富起來 這個我覺得 就是他為何在這段時間裡 就是比較多人討論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因為現在環境很差 又重回了當年 宣九朝之前的那段日子 會跌多少 你真的不知道 你也看到現在整個世局是很混亂 大家都不知道未來的方向會怎樣走 當然 如果現在一個很好的世代 沒有楊潤雄 沒有謝展環 這些官員在那裡的話 我想大家不會覺得 孫明楊做得很好 會想回現在的人做得比他好 是不是 會這樣的 就是現在有人做得不好 才會對他的印象特別深淡 好了 他教育局長的事情不說 因為他退休之後寫了很多文章 包括有關2元乘車的人 不應該60歲 我其實也覺得 不應該60歲 60歲就太年輕了 其實65歲或70歲 我覺得都可以的 真的都可以的 你說2元乘車的問題 其實已經是拖了這麼久 有沒有真是很快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的 即是福利政策好像是動了 你就不對 你只可以不斷有優惠政策 或者是福利政策 我覺得這樣是未必的 還有他們都覺得真普選 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普選 講出一個事實所在 我也挺想的 那件事 起碼令大家感覺到 都可以 你不是搞得太差 好過之後去搞 因為他退休 好像是2012年 退休 他 2012年退休 之後 國教事件又來了 反國教那件事 黃志鋒 還有一個運氣好的地方 就是他是太平觀 是 沒錯 絕對 是 所以 我就跟Sky說 今天講說 孫明楊會好些 因為 其實很多原因 他們這麼受歡迎在太平觀 那時候 都不錯 樓價升 股市又不是太差 雖然有金融風暴 但是買了一層樓 你就行 但是 息口高不高 或者是怎樣 你買不買樓 你便資金越來越多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他真的是一個太平觀 我們是 期望太平時代再來 因為這幾年實在過得太慘 太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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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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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熬得很苦 沒試過 這麼苦 沒試過 慘成這樣 開關 以為大家有好景 嘩 逐一聲 跌 不要說升 不斷跌 跌到媽媽也不認得 跌到媽媽也不認得 但是這些東西是這麼貴的 你明白不明白 很多東西是錯了 之前 因為 之前不是派錢 都會令到通脹上升 那些通脹上升 永遠都沒有下降 逢初又說什麼派錢 那些東西升得很貴 但是升了之後 都派錢了 但是怎樣 那些價格沒有下降 才會令到人們覺得 越來越受不了 就是這樣 為什麼 長期派錢是不行的 我也認為是 因為你每一次都會 你都會有一個波幅的 每一次都是 那些人之後就會 怨聲再度 嘩 那些東西又貴了 又加了 又不下降 為什麼 現在你整天 晚上樓市下降 有多少人入市去買樓 都不是沒有的 又便宜了 又便宜了 便宜了便宜了 但是又遇到做 較早前的息口高 如果你這麼巧 下樓市下回來 那息口不高 我想很多人入市了 那是不是又有外來因素影響我們呢 老美 又有影響去加息 為什麼這段時間這麼慘 其實如果不是的話 樓市下降 如果那個息口不是那麼高 很多人就是 嫌我息口高 才不入市而已 五里幾 這麼高 你供你上來也很嚴重 是不是 還有現在經濟又不是好 你怎麼供 你供的息口也供那麼高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對其他 可能我怎麼留意 你說對於買樓的 我曾經也有考慮過的 也有買過 所以就知道外圍影響 再加上那個息口 對於我們這些 想真是 電視物業是 不是炒的 當然是 是自己住的 是不是值得一個入市的時間 當你想入市的時候 那息口又高了 到現在你說 加又說減 究竟又說減 減又不是減 減了很多 所以這個事情 真的要慢慢看 會有多大的影響 什麼都要看著 究竟那邊發展成怎樣 和老美有沒有影響 現在全世界就是 它影響了全世界很多事情 所以你說現在 真是信息萬變的 現在大選又來 大選之後又會怎麼樣 又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新事局 你們都是預測的 沒有人知道100%的 你哪要知道 有誰說一定贏定 或者輸定 暫時怎麼樣 不知道的 每天都有不同的 對不對 也有人死撐特朗普 對不對 就是這樣解 我自己看完大選之後 會有什麼新狀況呢 不知道 或者對我們國家會好些 我覺得會不會對我們香港有影響 現在我經常覺得 你為官司道的 或者其他你做 你就難以去做 要改革的你要改革的 當然有些事情太夠了 還有一件事 你要改革 你都有智慧的人 才可以改革 大哥 你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真的 喂 你現在要改革 就像劉兆佳所說的 你要改革 你也要 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才可以 你真的要想清楚 你想怎樣去改革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你想想 當初董建華的碰壁 原因是什麼 被人不玩 還有 當初的改革 真的沒有辦法 去設立這樣推進 政府在整個改革的建議 在沒有社會發動廣泛和深入的宣傳 令不少人對於改革的目標和效用 他們根本是缺乏了了解錯誤 亦都令到社會上出現了強烈的反對改革的聲音和違 大家也知道 當初的8萬5萬的影響都很大 大家也不認同 還有 你要令到大家明白到 你有很多事情 要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 最重要的是 大家為什麼這麼喜歡孫明揚 就是 因為 只是看得出聰明仔 但這個聰明不只是聰明 他是一個懂得解決問題的聰明仔 不是亂來的 是有張法的 知道怎樣的 有什麼短期措施要去做 然後下一屆 或者下一屆 真的會預留了後路給你 讓你去發揮 這些就是好事 現在特區政府沒有這樣的人 不是好覺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大家明白嗎 你不是好覺 不是說沒有 是少 少到你不覺 有很多人在韜光養晦 但是 有時候 做事應該解決問題 你就要去想一下 我怎樣解決 而且很熟悉香港才可以 我經常都覺得 愛國愛國是很重要 但是有智慧的人去治理好香港 更加重要 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 講的一種感覺 如果你 特區政府真的要去做 你真的要去 了解民心民意是怎樣的 你坐在辦公室是完全不知道的 你靠我們去拿資料 我們是拿了部分 你真的下手下腳去看看 千方百計 收集了很多資料 回來 然後動手去做 然後有些垃圾 清走了它 哈哈 你先清走了它 大哥 你不先清走了它 你告訴我你可以做到改革 你想也不要想 你改革是要由人開始做起的 你人都還沒搞定 你跟我說你要改革 改一條毛嗎 你根本改不了 況且你根本就沒有提改革 你只是做你要做的事而已 我都說了 我看看 到你 今年年底前 你會搞了一些 我跟特區政府說 你幾個人做得很好 你有沒有做到 你有沒有行動到 有行動到 就可以了 我現在根本就不知道 現在特區政府的整體 究竟你要做到些什麼 還有 改革 就像是郝兆佳所說的 一定會遇到公職人員的阻撓和破壞 但是你要阻撓和破壞 你當然要動手去動它 陳方申就動了它 你不是等到下一屆你才去動它 這就是遲 還有你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時間表和路線圖 你都沒有 是不是 還有 你幾個項目 我都說過劉兆佳所說的 其實 不要說英雄所見 只不過我的淺見 和他的高見 真的有一點點接近 你真的集中去做好幾件事 就可以了 你用什麼 這樣去 搞這麼多事 全面改革 很難的 做了一件事 以怎麼帶面去做事 那就行了 還有 之前有很多反對勢力 現在基本上沒有反對勢力 那你做吧 大哥 大家都說整個環境都為你做就了 你就做吧 還有 中央是很支持你 很配合你的 那你為什麼做不到呢 你絕對可以做到 人才當然需要 喂 不是年輕人才有智慧 對嗎 五六十歲的人 說真的 現在退休年齡 到56歲 70歲退休的人 但是有人在 找一些有能力的人 進去政府幫你 做一下顧問 或者給他們 給他們知道 如何處理和解決問題 最好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我只是一個 普通小市民 更加多的敬人 例如李先生 處境那些 什麼敬人 包括鳳Sir 這些 你就可以找他們去談 他們很有智慧 真的 有智慧的人 非常難得 對不對 還有 你商界和社團 現在是有出錢出來的 你先做到哪裏 不要在那裏 粉飾太平 不要做這些事情 真的拼命 去振興經濟 有些 建制派的 親建制派的朋友 真的 做很多事情 不斷唱好香港 為什麼唱好香港呢 因為香港需要 讓人知道 你香港是可以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剛才你說的 是呀 因為 剛才幾點 我說真的 劉兆佳說的 真正 深入我心 還有 你會覺得 我明白Sky 為什麼做不到總結 因為是很無奈 對 很無奈 我怎樣面對這個問題 去解決呢 都是人的問題 所有的政治政策 都是跟人有關的 跟執行力 決策力 還有你有沒有智慧 是有百分之八的關係 不是任何一個人說 推出來 可以做到改革 做到改革 不是的 如果 我們國家 沒有了習近平主席 你猜 我們會不會這麼快 推動了這十幾年 沒有十幾年 十幾年 十幾年左右 中國會發展得這麼快 我跟你說 是不會 沒有可能 你是不是跟人有關 是絕對百分之八 跟人有關 為什麼會想起孫明陽 由孫明陽 看香港現在的發展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感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Sky的頻道 和帶他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拜拜 拜拜